据韩媒报道,28日晚,李宗炫所属社FNC方面公开了李宗炫的立场文,表示因为自己不当的言行给他人带来伤痛,让大家感到失望而非常抱歉,宣布将退出组合CNBlue。 据悉,李宗炫3月卷进郑俊英聊天群事件,所属经纪公司表示与本人无关,最终没有受到责罚。 28日,李宗炫向网红朴某发送请多多上传有趣的内容,肚子肉很可爱等信息,与带骚扰,令网友震怒,直呼根本没在反省。 晚间,李宗炫将社交账号注销,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